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妖魅之气 但是他却硬生生的靠着精湛的演技 将打几的妖艳狠毒 风情万种 刻画的丝丝入扣 如果说博弈伟靠的是演技和美貌 将打几塑造成自己的经典代表角色 而温碧霞无疑是靠着自己天生的美活风情 性感的五官 让苏打几成为自己的代表角色 温碧霞的外表美艳性感 充满贵气 其实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 1966年出生时 他是60岁老父亲的第八个孩子 温碧霞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的老兵 小时候他们一家10口人 就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内 军人出生的父亲古板严厉 再加上困苦的生活环境 温碧霞很小就判证 能早点出来工作改善家里的生活 15岁时温碧霞和同学一起逛街 遇到两个男人 他们给了温碧霞一张名片 邀请他去试镜 不过那时年少的温碧霞 根本没把这事当真 他还觉得这两个人可能是骗子 因此他根本就没去 后来曾和他一起拍广告的男同学 邀请他一起去试镜 他又见到那两个男人 原来他们其中一人是导演李大伟 另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文俊 温碧霞毫无悬念地入选 15岁时他接拍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电影《亮妹仔》 这是一部讲述少男少女叛逆的故事 温碧霞因为年龄相当感同身受 因此演得非常投入 电影当年的票房收入就高达千万 温碧霞凭借此片 如获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 可以说这次拍摄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 也更加坚定温碧霞要进入娱乐圈 赚钱养家的决心 这当然遭遇到古板的父亲的反对 而妈妈也担心小小年纪的他进入演艺圈会学坏 他们都希望他能继续学业 可是此时的温碧霞对父母展开了眼泪攻势 最后还是心软的母亲屈服了 在代替温碧霞签合同时 温碧霞的妈妈一边签一边哭 仿佛卖女儿一般 对娱乐圈充满冲击的温碧霞 很快就见识到这份工作的残酷的一面 1983年 17岁的他接拍了一部电影 听不了的爱 开始时他还感到挺兴奋的 因为一起合作的是大帅哥刘德华 可是很快他就高兴不起来了 因为在这部影片中 他和影片中的男演员刘德华 吴孟达有很多激情戏 温碧霞在影片中饰演一个舞女 刘德华则是他的男朋友 而吴孟达饰演的是黑道大哥 温碧霞迫于形式 不得不委身于他 那时他还只是17岁 要在咒目睽睽下拍摄这样的戏份 怎么也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整部影片不可能因为他不愿意就不拍 如今的形式是 箭在悬上不得不发 最后温碧霞哭着拍完这些暴露的戏份 电影上映后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 影片取得1000万的片酬 可谓是非常成功 可是温碧霞却因为过多的激情戏被口注笔伐 再加上拍摄时痛苦的经历 温碧霞对这份工作心生退意 拍完这部电影后 已经有了一定积蓄的温碧霞 选择了继续回学校读书 这一走就是三年 直到1986年 他十分信任地关锦鹏邀请他拍戏 温碧霞才出来 节拍了地下情 在片中他的合作是后来的影帝梁朝伟 而让温碧霞走上事业高峰的 则是1992年拍摄的电视剧《霍玫瑰》 他在剧中饰演的欧阳海超为了复仇 从最初的单纯善良到横力无比 但是又保有善良的底色 温碧霞将这个复杂的人物塑造得立体又丰富 这个角色奠定了他当红花旦的地位 1995年 《力求突破》的温碧霞 接拍了一部至今仍让他饱受非议的电影 他和任达华合作了惊变 外界记住的不是剧情 不是他的演技 而是他在片中大胆地落落了两点 在温碧霞看来 自己是为了艺术牺牲 是剧情发展到那时水到渠成的展示 可是事与愿违 人们关注的是他性感的身材 和大胆的演出 这一次心灰意冷的温碧霞 又一次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中 而他再次凭借作品被关注是 2000年的风神榜 妖艳狠毒的苏达吉 时机海潮之后 他的又一经典角色 也是这一年 他和男友何祖光在泰国举行了婚礼 何祖光是国民党元老 何应亲的侄孙 不但戏出名门 他本人一颇有能力 是所罗门兄弟 香港有限公司 亚太地区投资银行部副总裁 因为何祖光的出身和职位 所有人都羡慕 温碧霞加入了豪门 但是温碧霞却十分不喜欢这种说法 他认为这样说就好像 自己看中了对方的钱 其实自己会和何祖光走到一起 只是因为他爱的是这个人 温碧霞一直对婚姻心存恐惧 因为他目睹自己的爸爸 在外面养了好几个情人 而且娱乐圈内离婚的人也太多了 所以他一直不愿意结婚 也不愿意生小孩 可是何祖光的温柔耐心 让他放下了内心的防备 最终愿意和对方携手走过今后的人生 婚后很喜欢小孩的温碧霞 并没有亲自生孩子 他领养了一个男孩 从晒出的照片可以看出 母子之间的感情很深 而何祖光也给予了温碧霞 很多的自由和空间 允许他继续拍戏 《飘洋过海来看你》 《爱在深秋》等影视剧中 都有他的身影 只是这些角色的戏份都不中 他人生最光彩多目的角色 始终是《我玫瑰中的海巢》 和《风神榜里的苏达吉》 不过一个演员在演艺生涯中 能有被观众铭记的角色 已经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了 风华正茂时 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适临之时 能有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 这样的人生已是无憾了 1966年出生的温碧霞 今年已经54岁了 看到他的近兆 很难让人相信 他是一个快奔溜的人 还有很多小伙伴会想到 为什么这么漂亮的温碧霞 会收养一个孩子呢 毕竟他和富豪丈夫 结婚时才34岁 这个年纪生孩子很正常 而且很少有富豪 西夏无子 更多的想法是 能有孩子积全自己的家产 将家族企业传承下去 目前圈内流传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说 何祖光心疼温碧霞 不忍他承受生孩子的痛苦 第二种是说 何祖光或者温碧霞 两人之间有一人 没有生育能力 所以只能收养孩子 这两种说法 我老是觉得都很可信的 而且第二种说法的可能性 会更大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不得不说说 何祖光的显赫家世了 作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 亚太副总裁 何祖光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中华民国时期的 陆军一级上将 何应青的直孙 何应青在抗日战争时期 曾担任过中国远征军总司令 中国陆军总司令 可见其权势有多大 身为将门之后的何祖光 不仅有着家族事业 自己也通过奋斗 事业有成 自然不会想着不生孩子 没有继承者去继承自己的产业 所以圈内流传更多的说法 还是何祖光没有生育能力 因此两人收养一个内地的孤儿 那么温碧霞和富商 何祖光是怎么认识的呢 1981年15岁的温碧霞 由于颜值出众被星探发掘 第一次出演电影《亮妹仔》 就提名香港金香奖最佳新人奖 后来处在事业发展期的温碧霞 选择退出影坛 重回学校读书 当几年后再次回归时 整个演艺圈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奈 他只能转型和接拍一些 没有人愿意出演的戏 比如一些惊悚片和激情片 也就是这个时候 处在事业低谷期的温碧霞 遇到一个对他很好的男人 这个男人就是当时 他的何祖光 两人通过朋友结交相识 何祖光对温碧霞一见钟情 立马展开了追求 虽然何祖光是自己创业 没有选择继承家业 但是他很多事情还是得听从家人的意见 当时何祖光的家人认为温碧霞出身娱乐圈 而且还是穷富人家的孩子 和何祖光门不当互不对 并不希望两人组成家庭 但是何祖光则认定了温碧霞 并表示 无论温碧霞拍过什么戏 被外界做什么不好的评价 他都会和温碧霞在一起 温碧霞也是被男朋友的一番心意感动 彻底爱上了何祖光 两人因此成婚 之后温碧霞为了顾起丈夫的声誉 也没有再拍过一些写真 和接拍一些会被观众指手画脚的影视剧作品 两人婚后十分幸福 但是一直没有孩子 直到2010年 两人在内地一个医院 看望孤儿时 决定收养一个小男孩 如今一家三口 生活到也十分幸福 从闻陛下的近照也可以看得出 他依然如当年那般美丽动人 一平一足间 更像是少女般清纯可爱 谁又能想到 他已经54岁了呢